约拿书第四章 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 并且发起怒来 就向耶和华祷告说 耶和华 我还在本国的时候 不是这样说过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转意不降灾祸 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失去 耶和华 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回答说 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 约拿出了城 在城东坐下 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印之下 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碧麻 使他长起来高过约拿 成了阴影 遮盖他的头 免他受苦 约拿因这颗碧麻 就大大欢唱 此日黎明的时候 神安排一条虫子 注食这颗碧麻 碧麻就哭稿了 日出的时候 神又安排炎热的冬风 烈日晒在约拿的头上 以至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说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神问约拿 你因这颗碧麻 这样发怒 对不对呢 约拿说 我发怒 以至于死 都是对的 耶和华说 这颗碧麻 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 一夜长成 一夜死去 你尚且爱惜它 何况 这泥泥为大成 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且 有许多牲畜 我怎能不爱惜呢 你能够